假如说没有道德也没有关系 我现在顺着同学的发问 我就一一的回答好了 因为琴的这种东西 那个范围实在太广了 如果照我自己教的话 我也不知道从何教起 因为像这种最简单的 比如你会问一些老师 这个和弦是什么 那音阶是什么 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C和弦是什么 F和弦是什么 G和弦是什么 这些同学 其实你都可以上Google去找 你如果在这边的话 问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是有点 就是我当然是回答 你只要有问我绝对回答的 这样的 那有些东西的话 你就直接上Google去查一下 那你们比如说像你们该问的 比如说像这一类的 比如说258369147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确实 你在市面上看不到的 你也 那个香港来的 很好 我们这边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 那个 大家这融会在一起 也蛮好的 那我现在呢 就是大概就照那个 来信的次序 大概讲一讲 这样的 这个 有些时候 郑同学 郑诗语 他说他简谱看不懂 教教用五线谱 和弦也看不懂 那就表示 他 他比较少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现在慢慢来 这个 我不可能说在这边 就教你这个 抖了蜜花这种字 你还是自己要上去 上网去看一下 看一下 那五线谱的话呢 五线谱这个 其实前谱 前谱比较好用 尤其是我们这边上课的时候 五线谱还真难 还要我重新再印刷 还在那个 用那五线谱写 那和弦也看不懂 所以说呢 这个 我建议你是这样子 你就是 就是 我不是讲吧 从认真意 C F C F 或是抖发和弦 然后你一直弹 一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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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到 我说 假如从来没碰过琴的话 你就是 可能要两三个礼拜 关是这两个 这个动作 然后后面就是 往一下 一路往下移就对 那至于说这个 有些事情的话 你说你不太了解 其实你可以上我的网站 去看一下 然后输进去 Dance Piano 在YouTube里面输进Dance Piano 然后你想要东西 几乎都有 因为我那边丢了两三千片 在那边上面 所以你 你就是可以慢慢看 没关系 这样的 好了 我再回答这个 这个谣啊 宿命谣 其实他们里面的问题 其实都蛮重要的 那有些是可能就是 有些的话 真的是你自己 要上去看一下 那宿命谣的话 他说九度弹的时候 好像根音不见了 这个也是大家所有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和弦进行 抖发手抖发抖 对 对 那你想想看 我现在把这个九度弹 给大家看一下的 我们所谓 其实你们在弹的时候 左手和弦 尽量 尽量的 就是说 不用改变太多了 我们比如说九度 就交给右手 这样子 比如说九度 对不对 就是九度交给右手 右手去弹 比如说 西和弦嘛 你看啊 他说说 我根音不见了 对不对 根音没有关系啊 你根音 你这样听过去 你不能这样 整个这样压下去 这样有时候不太好听了 下去之后 你只要有个根音 九度在这边 所谓几度几度 是整体的 就你这个和弦压下去 跑出一个 Do,Re,Mi,Sola,Do 根音这边没有 但是根音这边还有 对不对 好 这个大概是简单的回答你 这个 当然是 他还问说 我这些和弦进行 好像都有转位 我当然是要有转位 或是你的话 你如果都不用转位的话 会听起来很单调的 是有规则吗 绝对有规则 所以这个也就是啊 这个 这个我 其实我从以前啊 我开始年轻的时候 做场子的时候 就走进这行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问自己 这个难道说 我每次弹琴 或者是都要看谱吗 那有些人为什么不看谱 他就弹得很好 这里面的话 是绝对有方法的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路转位 我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 我钻研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长时间下来的话 就造成 我就很多种方法 那像比如说转位 你还是要固定的 你如果不固定的话 你每次转位 你如果和弦都不熟的话 对不对 你看这样 都是固定好的嘛 你可以不用花很多脑筋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打牌照 那左手一定是上去的 蹦 恰 恰 你也可以 蹦 蹦 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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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样上去 很多人都这样上去 就蹦 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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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就不好听了 你要学习这种 一指行 转二指行 好吧 我们就 只能这样讲一下 那还有什么 什么是 slow down 一个slow soul stride 这些节奏 这些节奏 这个 你想想看哦 我一直讲每次节奏啊 你这辈子会七种节奏 你就很了不起了 那我其实要讲这个 我们一堂课就可以把它讲完了 就是把那种节奏什么slow soul slow soul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 稍微讲了一下 low down也是稍微讲了一下子 你看还有stride我也讲过了 你看我们一堂课我就讲了三个 三个节奏 好像还不止了 但事实上 它困难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节奏 然后不 你在弹歌曲的时候 它可以 它可以融化在里面 融合在一起 你知道吗 你经过头脑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很自然的弹出来 那你假如说你只会一招 对不对 那你就是 那就是看程度嘛 你只会一招 你开始当然是没办法 你就把一招弹好 stride的弹好 就慢慢来 那你在弹歌曲的时候 你可能也只有 也只会这样子 这没办法是行的 弹情就是这样子 你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然后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就尽量 你当你很熟的时候 你就不看谱 这是我以前 从以前到现在 我就是 我一直在追逐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这样看我上课 我几乎都不带谱的 都不带谱的 不然的话 你那看谱的 就弹情本来是很有乐趣的 那你 你什么都要看谱 谱一拿掉你就不会了 这个就没有乐趣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做到呢 以后我就一点一滴告诉你 你们同样也是从这边一点一滴研究 研究了 不要急 千万不要急 对 好啦 我看一下 这个同学 这个 呃